兔子家的方格子地砖 兔子先生家新装修了房子 房子装修得很漂亮,很舒适 他先后请他的好朋友们来做客 大家在这美丽的屋子里聊天,喝茶 真是一件开心的事 有一天,兔子先生请了岩鼠先生来做客 岩鼠先生和兔子先生喝着茶,聊着聊着 他突然注意起兔子先生家铺的地砖 那是一种淡青色的,小小的方格子地砖 岩鼠先生久久地注视着地砖 兔子先生问岩鼠先生 你很喜欢我铺的这种地砖吗? 是的,岩鼠先生从沉思中醒来 抬起头说 你家的地砖,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作文部啊 兔子先生低头看了一下 说,真的,是有点像作文部上的格子 不一会儿,岩鼠先生又低头注视着地上的格子 陷入了沉思 过了好久好久,岩鼠先生不说话 兔子先生也沉默不语 他不想打断岩鼠先生的思索 突然,岩鼠先生从沉思中醒来 他站起身急急地要走 兔子先生说,你干嘛不多坐一会儿呢 你说好要坐一上午的 你要是急着方便,我家的卫生间也是挺不错的 岩鼠先生笑了,他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我有急事,我真的要走了,过几天我会再来的 岩鼠先生几乎是奔跑着回到家里的 一到家,岩鼠先生马上坐在写字桌前 取出笔和纸集书起来 不,一会儿,他就写完了一篇文章 原来是兔子先生家像作文部一样的方格子地砖 激发了岩鼠先生的写作灵感 他小时候就非常喜欢写作文 他喜欢在作文部上构思文章 不用说,这次他写下了一篇很漂亮的文章 文章在明星报上发表了 岩鼠先生的朋友们都读了 他们为岩鼠先生的文章所感动 也为他们的朋友写出那么好的文章而自豪 大家说,我们的岩鼠先生会成为写作大明星的 以后,只要岩鼠先生来兔子先生家做客 他一定会注视地面很久 回家就能写出一篇文章 岩鼠先生的文章渐渐出了名 他成了明星报的专栏作家 他的专栏名字就叫作文部 有一天,天色很晚了 兔子先生打开门想出去坐晚间散步 突然,他发现岩鼠先生正在他门前徘徊 兔子先生问 岩鼠先生,你在干什么? 岩鼠先生说 真不好意思 我有一种写作的冲动 可一时又写不出来 想到你家做作 你们家的作文部也许能打开我的思路 可是天这么晚了 我实在不好意思在打扰你 哪里的话 兔子先生说 来来来,我给你七茶 我家的门随时都向你敞开 岩鼠先生在兔子先生家坐了没多久 就来了创作灵感 他急匆匆地赶回去了 不知为什么 这天晚上 兔子先生没睡着觉 一整夜翻来覆去的 第二天早上 岩鼠先生由于昨晚写作晚了 还没起床 就听见东 东的敲门声 岩鼠先生打开门来一看 是兔子先生带着几位好朋友 刺猬、豪猪和小松鼠来看他了 岩鼠先生非常高兴朋友们的光临 他说 欢迎你们来做客 兔子先生说 我们不是来做客的 我们给你搬来一本作文部 搬来作文部 岩鼠先生有点莫名其妙 刺猬笑着直指门外 对岩鼠先生说 诺 全在那里 原来 在岩鼠先生的门外 堆着一大堆地砖 黄沙和水泥 岩鼠先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他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朋友们干了整整一天的活儿 到晚上 岩鼠先生家的泥地上 排满了淡青色的 小小的方格子地砖 就像一本作文部一样 岩鼠先生高兴地说 看着这地上的作文部 我会纹丝如潮的 瞧 我们的作家 他用了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词 豪猪激动地说 纹丝如潮 对 这个词多好 兔子先生和他的朋友们 齐声对着岩鼠先生说 祝你纹丝如潮 看着这个温柔